在新疆克什突發疫情全面實施封城 並啟動一級應急響應後 克什辭區的刹車線雖然被定低風險區 但仍在10月25號宣布限制居民出行 並實施全員核酸檢測 刹車線一名婦女只說了一句話 刹車線封城後必須檢測核酸 否則哪也去不了 只能在家挨餓 沒人管 政長馬上帶著公安來準備將他帶走 中共五中全會26號在北京開幕 會議召開地今夕賓館戒備森嚴 會前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及前總理朱鎔基的接連現身 引發關注 分析認為種種跡象顯示 中共激烈全鬥已擺上台面 在五中全會內鬥和在美中緊張關係中 由美派暫時占上風 中國糧荒真的來了嗎 10月24號網上傳出幾份糧食公司 發給客戶的通知 今年前三季度 中國的稻谷 小麥 玉米 三大主糧價格均上漲 玉米價格創新高 江西公司還透露 總體大米產量比往年銳減約30% 而同時網上流傳出多個產糧大省的 糧食調價通知 所有糧食產品價格均大幅上漲 糧食價格將隨行就市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聯合各組委會成員機構 在上海召開第二屆外談金融峰會 峰會上王岐山 馬雲等人發表演講 王岐山稱中國金融安全性排第一 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 而馬雲則稱 中國金融沒有系統性風險 因為沒有系統 他的發言被執大膽 耐人尋味 新唐亞太電視 整理報導